新北市泰山区明治路有一栋五层楼的旧公寓 今天中午11点40分整修外墙 阴架突然倒了 压到了一辆汽车 消防队据报赶到现场 发现现场有民众跟骑士四个人轻伤都已经自行就医 消防局说现场的阴架倒塌造成了当地道路双向不能走 现场阴架负责人说总共四个人轻伤都自行就医了 其中一个是施工人员 另外三个是机车骑士 消防局到现场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其他伤者